纵观香港娱乐圈 有许多武打巨星可以撼动整个娱乐圈 比如洪金宝 陈农 甄子丹等等 但是也有这么一个一线大腕 他曾和梅艳芳谈过恋爱 可是梅艳芳最后去世的时候都不想见他最后一面 他曾和甄子丹搭档过许多经典之作 但是俩人最后却割袍断意 在他18岁的时候 他就被导演徐克一眼相中 并且成为了他的御用男主角 他就是宏极一时的赵文卓 说起赵文卓 许多人都会想到他和李年杰主演的《功夫皇帝方式域》中的大反派 以及徐克导演的《青蛇中的伐海》 这两部影视作品直接将赵文卓推上了演艺界的巅峰 而这也仅仅是刚出道的他 可以说是出道即时巅峰 他也凭借着自己阳刚之气 俘获了万千少女 那么他到底为何不红了 如果说是因为得罪甄子丹的原因 导致赵文卓跌落神坛 那属实有些过于片面 其实这幕后还隐藏着许多的原因 1972年赵文卓出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他的家庭是一个武术世家 父亲是武术教练 母亲则是一名田径运动员 而赵文卓能有如此阳刚的气质 或多或少都有我受到父母的影响 而且在他八岁的时候 父亲就开始让他习武 小时候的他对武术也十分的感兴趣 所以赵文卓从小就会常见 强和拳术 而且还能熟练运用三百多套不同派别的拳法 在他十二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的去参加各类比赛 不但曾获得了中国全国锦标赛少年冠军 还有中国全国大学生比赛全能冠军 有了荣誉冠军的加持之后 赵文卓在武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1990年在他十八岁的时候 凭借着自己良好的武术功底 直接考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武术系 并且开始接受更加完善的武术训练 次年赵文卓一举拿下了全国武术的冠军 还被选为中国国家武音级运动剑将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赵文卓开始学习健美操 并且仅仅用了两个月的世界就获得了健美操的全国冠军 在这之后 他也拿下数个全国冠军的奖项 这也让赵文卓在学校理议时之间风光无限 长得帅身材好又会武术 这无疑是每个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 而在1993年 一次意外的机会彻底改变了赵文卓的人生轨迹 他被香港导演员和一眼相中 并且邀请他拍摄《功夫皇帝方世玉》 毕竟当时的李年杰已经被誉为功夫巨星 能够和李年杰一起合作 自然是许多人的梦想 于是当时的海选更是黑压压的一片 几乎会武术的不会武术的都来报名 而袁奎也是在茫茫人海中一眼相中的赵文卓 并且直接让他表演了一套武术功夫 这也让袁奎直接拍案叫绝表示不用再选了 后来赵文卓也就和李年杰同台出演 凭借着阴险狡诈的反派角色 成功让他一夜暴风 当时这部电影轰动了整个香港影坛 这也赵文卓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并且刚出道了他及时巅峰 他也以一个俊朗的形象和一身毫武功 被导演徐克看上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徐克还十分青睐李年杰 但是赵文卓展露头角之后 他对赵文卓的青睐早已远超李年杰 还表示要将赵文卓签为自己的御用男主角 于是便出演了徐克导演的 《黄飞红之王者》风范 这部剧中的赵文卓一身正气 让许多观众都将他当作黄飞红的原型 同时赵文卓扮演的黄飞红 也是最年轻的扮演者 这也打开了香港的黄飞红时代 徐克之后也继续推出了黄飞红系列 而赵文卓也将这个角色演的淋漓尽致 当时也有许多人都说他模仿李年杰 但是只能说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原因 而赵文卓的在青蛇中扮演的伐海 更是被外界称为史上最帅的伐海 而他的那一句台词最近也在网络上流行起来 标宠小寂静敢斑门弄斧 这句台词加上低级庸之后显得格外的霸气 赵文卓的演艺生涯来有了徐克的支持之后 也显得十分的如鱼得水 而他之后在拍摄港片的时候 作为东北人的赵文卓对粤语是一窍不通 也是在这个时候 哥哥张国荣出现了 1994年赵文卓和张国荣袁永怡 一起出演了电影满汉全席 张国荣对赵文卓也十分的赏识 于是俩人走得也十分的近 也是张国荣将梅艳芳介绍给了赵文卓 殊不知这一介绍成为了俩人一生的遗憾 刚开始赵文卓只是以朋友的身份 给梅艳芳指导一下健身的知识 但是长期的接触也让俩人迅速坠入外合 可是外界一度不看好这段感情 都觉得赵文卓是在高攀梅艳芳 而且当时的舆论声十分的强烈 还引起了许多粉丝的不满 最后过于无奈俩人也只能宣布分手 梅艳芳也曾在采访中表示 赵文卓是他这一生最想嫁的人 如果没有分手 现在的他已经成为了赵太太 而在梅艳芳去世的时候 赵文卓在宋的花篮上写着 《紫神志爱一路走好》 很显然在这段感情里 两人都感到十分的遗憾 而在香港电影进入到90年代末期后 开始变得十分的落魄 观众开始对武打片产生了审美癖好 于是武打巨星也失去了应有的光环 赵文卓也拍摄出了许多影视作品 但却反响平平 而在2012年的时候 赵文卓和真子丹事件迅速发酵 这一件事也成为了压垮赵文卓的 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在拍摄特殊身份的时候 赵文卓被爆耍大牌 发演 并且和电影方解除合同 但是赵文卓却将矛头指向了真子丹 说真子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戏霸 最后两人也发生了唇枪舌战 最后不欢而散 这也让当时的明星艺人纷纷站队 网友也纷纷诟病赵文卓飘了 但是很显然 赵文卓不但输掉了自己的感情还有事业 徐克导演后来也表示 赵文卓谈恋爱之后变得十分不上心 只有俩人也没有再度合作 久而久之 赵文卓的时代彻底拉下了帷幕 一代武打巨星也在武打风大浪 现在的他偶尔也会出现在综艺节目上 但是早已没有了颠送式的光环 评论的生活也成为了他最好的归宿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点赞转发评论 假如还能得到您的关注 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期待我们下期再见